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我們繼續講老水蛋 誰叫老水蛋啊? 就是老鎮順 老鎮順叫老水蛋 所以有人叫他做蛋哥,你們有所不知 不過如果這樣叫,你可能會想到鄭丹瑞 講什麼呢? 講一下他生得出沒有? 上年說有心有力 又說要看中醫谷鞭 谷鞭的女朋友,因為他是同班同學 大家都錄字頭,好像是 嘩,怎麼能生得到呢? 男人也說能生得到,女人也會有些強求呢? 他的黃分戀 但有人傳說要分手 嘩,很多古靈精怪的新聞 近來見到老鎮順 我們又要講一下他怎樣出道 又說為什麼離巢TVB 還有講到很多人覺得他是哪形 請大家先給我like 讓我先給我like 慢慢講下去 是否有問題呢? 因為他都不記得了 我跟他看過一次中醫 那時候我想跟一條女兒 剛好去到他看中醫館 其實我接觸的老鎮順 是很男人的 那些聲音各樣都男人 他都有人說話是男人的 說他是被人定型做男人的 他說 入亞視慘被男人的角色定型 是這樣的嗎? 這麼好笑? 為什麼會定到你型的呢? 這個我想研究一下 甚至他在人生低潮的時候 用玻璃割墨自殺 是的 在這裡說很多 有幾份報紙看到他的專訪 就說受不公平對待離開無線 有道就說他因為自己小時候沒有背景 那還有呢 我以前說錯了 原來他不是萬世巨星 他是天王巨星 他好笑的這件事 他因為天王巨星這個名字 跟他黏在一起 被人欺凌 被人嘲笑 那不用這麼介意的 因為你天王巨星這個盒 就不是現在出來 是你那時候一九八幾年 還是多少呢? 先說一下 如果現在出來 你就大了 嘩 現在是天王巨星 你不被人笑得臉都黃 雖然我們都是黃種人 但是很黃 魯鎮信今年六十五歲 還沒追到兒子 因為他們硬要用盡所有方法去 催谷催谷 他說有心有力 他說可能那天給我 好了 入行四十五年 二十歲入行 現在就經常做一些甘草 所謂甘草 我覺得那些角色 其實也不是特別甘草 算是 有得連戲 但是 那些對白說出的時候 都是陰陽怪氣 很多人以為他是雞 他不是雞 只不過是怪的 接受這個演藝人協會訪問 難怪這麼多報紙訪問他 即是報道這件事 說自己 小時候拍了一部電影叫天王巨星 令自己人生跌入低潮期 甚至割墨自殺 這麼恐怖 他父親也是行選 經常在家裡聽唱片 所以他喜歡音樂 十三四歲參加兒童合唱團 機緣巧合下 就拍攝了無線劇集 叫樂運初升 那次 經驗令他在電視台工作 有興趣 我覺得 哇 我那時也是 小時候入過TVB 做過勁歌金曲之後 好呀 做明星過癮 看到梁朝偉 那時候 他可能也看到很多明星 他希望未來在電視台工作 他由很喜歡入電視台 到覺得 電視台對他不公平 就離巢 不開心地走 真的有很大的反差 死也要進去 死也要出來 後來因為 上學 跟不上 遇到無線 剛剛要招考藝員訓練班 他十八歲 那天就不要臉參加了挑戰 考入了第八期藝員訓練班 他表示在訓練班途中好玩 有得學演戲 跳舞 詩儀 談吐 舉止 變魔術 打功夫 這些都是要學的 原來 厲害 同一時間 華星娛樂 有限公司 舉辦天才歌星訓練班 他又能考得到 魯振迅 年輕的時候 帥不帥 還可以 合格 不會像張國榮那麼帥 但也是合格 不醜 還有 老振迅的身材是挺高大的 你問我 我覺得他是 應該也很便宜 如果在那個年代 他考入了 華星簽了一群人 四年合同沒有底薪 要免費唱四場 他說所有活動都要經華星抽他20%的勇 那就算少了 因為你們那時候不值錢 兩成就很合理 我覺得就是 當時 魯振迅希望可以和華星 和無線簽約 可惜 他說 是姐妹公司 合約只能簽一份 他那時候喝水思源 說就說喝水思源 說真的他也要吃飯 沒有底薪 怎樣過日子 所以還是選擇藝員訓練班 如果這樣入了無線 才做了四年 對了 這樣怎樣呢 他在這四年之後 就離巢 搞不定 不做無線 他說那時候 小時候希望早點有成績 早點做明星 他覺得為什麼 那些機會不給我呢 很多人找我拍戲 但是 當經過公司之後 機會又會給了別人 那些人是找他的 然後公司說 另一個人拍了他的角色 他覺得因為自己沒有背景 就沒有其他人支持 他那時候很憤恨 覺得這個世界很不公平 做了四年 就不開心 走 哇 這件事就厲害了 就是影響他一生的 1983年 其實那時候才我出生 有一部叫做天王巨星的電影 令他飽受非耳 經常把天王巨星的名字 押落魯振迅 他說這一齣電影 累死我 原本他不是第一男主角 原來第一男主角 當時有一個人叫做梁家麟 少欣欣就是第一女主角 原來我出生那年 少欣欣還是在做女一 他們拍拍下有爭執 改劇本 把戲份放在兩個新人身上 新人就是他 和一個女孩子叫夏淑玲 他說因為那時候觀眾很單純 就把天王巨星和魯振迅連在一起 他說魯振迅沒有自稱過自己是天王巨星 不過這四個字令他很累 很慘 是他 嘲笑他 看不起他 他很委屈地過了一段日子 那段時間 那套東西令他背了很多秀 欠了很多東西 要我要給 我不知道他寫什麼 欠了很多東西要我要給 他字眼是這樣寫的 當時天王巨星 那套戲是專爆影圈醜聞的驚人電影 大爆天王巨星的私生活內幕 但是封面呢 就是一個魯振迅 就是一件外套在肩膊上 那樣子 把名字和他連在一起 那些人就笑他 當時其實你問我1983年誰是天王巨星 蔡豐華 陳百強 陳百強出道未 那時候 哥哥那些 就是那個年代 許冠傑 許冠傑肯定是 那些年代都是蔡豐華的 那你說魯振迅不是差很遠嗎 蔡豐華年輕人是帥哥的 待會Kent哥走來聽我又罵我 你是帥哥的年輕人 嘴嘴嘴的嘴 那時候弄到魯振迅事業就不太順利了 連愛情也出現問題 跟我女朋友拍拖七年 本來是結婚的 他說我們不可以結婚的 那你跟我拍拖七年做什麼呢 他發覺原來什麼都不屬於自己 他跑去亞視發展 就是亞視努 加入了亞視 亞視電視 他說那時候 這些人是讓他離開無線最大的原因 於是他跑去亞視 他在益術當時 他們跟我說 你的樣子 最適合扮小市民 不是小生 小生就是帥哥那些 哪些小生經常做到很年輕的 劉德華做了幾十年小生 張偉健那些小生 他說那些人不適合你 盧振迅你做小市民 你不是小生 或者還有一種角色適合你的 那型就適合你了 那樣做那型 亞視就把他定型成為那型 那就慘了 那他就走了 他剛好有人找他在台灣拍攝 所以天氣很照顧他 那樣看著他 那是不是要 什麼呢 真是想天氣看著他 是不是真的會給他兒子呢 那樣 因為魯振迅呢 其實原來追了兒子 追了兩年了 原來 兩年前就說自己有心有力 想搞大女朋友的肚子 他也是跟天氣說 可能天氣給我呢 那樣 如果天氣看著你 他不應該給你的 因為我們佛家 這些其實是債來的 一生兒女債 你沒有債要還的 其實應該是開心才是 但是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這個世間是顛倒夢想的 是啊 就好像有些人想有 不斷催他女朋友打針 穀極 花了很多錢 是沒有就沒有的 那他沒有兒子是痛苦的 那如果你給了我 我不想有的 如果你給了我有 我有就會痛苦的 其實我有就未必痛苦的 但是我沒有就最開心 那種是好還是不好呢 就看你怎麼看的 這個世界的事情是忠誠存在的 沒有說一定好 沒有說一定不好 沒有的 你怎麼知道呢 你包他孝順的嗎 你包他好兒子 你包他聰明的嗎 你不可以整天都說 不理我生他出來 他就是添給我的禮物 是的 有些精神而已 有些真的 這個世界真的有些壞事 當然有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們當然不要說出來 你自己也想到了 人生有些壞事 你也想到了 對不對 那麼他和他的女朋友 他女朋友都不小了 那麼盧鎮信今年 說到就說成 哇 都六十四六十五了 有沒有 差不多 六十五了 今年 他女朋友小了 五年 小了六年 那麼五十九 五十九怎麼生呢 對了 五十九了 今年 他這個女朋友 剛剛才找回撞回來而已 他41年前已經認識了 他女朋友當年也挺漂亮的 他女朋友當年也挺有明星相的 你問我 我覺得是 現在也漂亮的 他有參加歌唱比賽認識的女同學 他說當時他這樣 不知道今年會不會結帳 他計劃是疫情之後結婚的 他就說 他表示獲高人改名為什麼 色喜 不知道是什麼高人 改了他女朋友的名字還是什麼 從遇對方 他說以前也不算太多交流 很奇怪的 他說去年女朋友看完他訪問之後 了解了魯振信多了 他覺得魯振信這個人 原來這麼慘 又覺得我很討厭 居然主動找回魯振信 魯振信 他認為這是上天的安排 因為他媽媽當時離世了 17年離世了 媽媽叫他好好活下去 不久女朋友出現了 連女朋友也說 可能是媽媽派來陪你 那就好 好東西來的 其實他和他女朋友 有被爆過 在去年的五月 黃昏戀被爆分手 他激動澄清 他說 大家試過他們的污口嗎 這樣 有些人看這些事情看得很重 真的不要亂說 不要亂說 他看這些事情看得很重 是啊 如果 媽媽是他最親的親人 媽媽走了 他就是他最親的親人 你沒理由這樣離開 但是如果這些事情 希望他今年 也是時候拉上天槍 疫情完了 今年 希望聽到你的分訊 是結婚的分 是啊 但是你說 寶寶那些 除緣 除緣 但是他很積極 很主動 想生一件出來 上年 接受訪問透露 自己去驗那些精子 驗那些精子 他說為生育下一代作準備 希望天可以似一個小孩給他們 他覺得自己可以 男人應該可以 女人就未必可以 他又說過看中醫 看看可否通經 各個事情 嘩 真的 是不是好事啊 就是這樣 去年有一條多口子 叫陳 說老鎮迅和他的女朋友 在過年前已經分手了 還分手了幾個月,性格不合 因為女方太炫耀了 什麼都是假裝出來的 很多事情都是假裝出來的 不是真心對老振順的 也指控他的女朋友 是看所有資料才找老振順 他們很久沒見了,這些是吹水的 不是真的 總之這些假的事情 很多人都是看人家的 人家沒有這些問題就可以了 看到他最新的新聞 其實他們都好像有上過電視台 一起出鏡各樣 沒事的,只是小事 說回他以前的江湖日誓 其實他現在還有沒有做電視台 究竟有什麼做的 不過人家可能以前靜落 或者穩落,不用做也沒頂 最重要的做事就是 隨心所欲,心想事成 沒有說好還是不好 我自己懷疑女債而已 坊間人這樣說而已 他想要看天秤給不給他 不給他代母也可以 真的代母也可以 你想要個兒子 你看看他女朋友可以不可以 如果一定要這樣 最原始的那種方法 生他出來的 看你自己怎麼看 有些人要小朋友 都是士官嬰兒 或者代母各樣 香港代孕不知道犯不犯法 不過大陸肯定是犯法的 但是如果你代孕的話 你回到大陸 如果有這些事情被人說 就未必接受 但是看他又不像在 在大陸發展 他現在究竟做什麼 又不見他直播 帶貨 沒有這些事情 他有名氣的 他在無線做了這麼多年 應該在內地 走呀登台應該沒問題 不知道 每個人有自己發展 看看今年疫情過後 會不會跟女朋友拉上天槍 還有一些新的發展 給大家吃花生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談 拜拜